福建一老人偷邻居家围墙下的水管卖钱 不料围墙突然倒塌 将老人当场砸死 随后老人家属将邻居告上法庭 并要求邻居赔偿69万 这只邻居却说死了也是活该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点个关注 我们接着来讲 这位遭遇不幸的老人姓王 是厦门沧海区一名石荒老人 他的两个儿子均在外面打工 事发当天他像往常一样 骑着三轮车走些串巷 寻找着别人不要又能卖钱的废品 当他行至一个小区时 发现一面围墙下有几根露出来的水管 老王便想着拿出来卖钱 于是他在围墙下面埋头苦干 在此过程中 一名身着红衣的女子从旁边经过 似乎提醒老人要注意安全 但老王并未放在心上 衣袖我行我素 不料当他挖到左边墙角时 围墙突然倒塌将老王埋葬 这巨大的冲击力 老王的下场不言而喻 很快 当地警方赶到了事故现场 通过现场勘查 警方出去了非正常死亡证明 而老王的死亡原因却是溺死 这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这一切还要从围墙的主人说起 那面倒塌的围墙 位于两栋房屋之间 围墙主名为邱泽辉 另一方则是施工方李家的在建工地 而老人的家属得知这一信息后 认为老王的死双方都担有责任 所以他们将邱泽辉和李家父子 告上了法庭 并要求他们赔偿69万 厦门沧海区人民法院接到这一案件后 法官很快组织三方进行了第一次调解 但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第一次调解便闹得不可开交 法官先是主动找到了围墙主邱泽辉 局问他是否愿意调解 但邱泽辉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 他接到法院传票时的心情 可以用人在家中做 锅从天上来形容 其次就是邱泽辉认为 如果同意调解 那就相当于变相的承认自己有罪 所以邱泽辉并不愿意赔偿 而施工方李福瑞一家也不愿配合调解 因为在李福瑞妻子王燕看来 是老王自己挖倒了围墙 于行于理自己不应该赔偿 而在事件发生后 李家也曾主动找到老王家属 表示愿意拿出十万元 但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因为这对老王家属来说 十万块连丧葬费都不够 所以他们坚决要求李秋两家赔偿69万 但李家也只是一个普通家庭 如何负担得起 这笔巨额赔偿 所以三方在赔偿金额上 无法达成一致 导致第一次调解 便以失败告终 也可以说 是老王家属对赔偿款的期望过高 导致被告方无法接受 而在此期间 法官也曾劝导过 但凡事牵扯到利益或者金钱 一切事情都会变质 最后 法官决定实地勘察走访 争取搜集到更多有用的信息 再去判定 这起事件的责任在谁 而法院之所以不想直接开庭审理 其实就是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结果法官发现 围墙主邱泽辉 确实不需要担负任何责任 这是为何呢 而老王的死因是溺死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福建一老人偷邻居家围墙 叫的水管卖钱 不料 围墙突然倒塌 将老人当场砸死 随后老人家属 将邻居告上法庭 并要求邻居赔偿69万 这只 邻居却说 死了也是活该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这一事件 还要从邻居李福瑞一家盖房子说起 由于李家的地基较低 再加上厦门语气较长 导致李家经常被淹 所以 他们最近有了家高地基 重新盖房子的念头 随后啊 李家绍村里开重建证明 开始拆除旧房地基的工作 但让李家没有想到的是 施工没多久 便接到了工地上 有人被砸身亡的消息 当时 李家由于雨季不得不停工 而李福瑞一家人在施工后 便搬到了邻居家 暂时借住 因为距离工地很近 李家儿媳王燕第一时间 赶到了案发现场 并叫了救护车 由于雨季后的工地上 有许多积水 再加上现场周围电线较多 重路人见到被围墙砸倒在积水中的老王 不敢贸然上前失救 尽管救护车已经是最快速度赶制 但老王还是不幸逆亡了 而这也就有了 老王家属 向施工方李家 和围墙主邱泽辉 所赔69万一事 并且 在法官的调解下 双方也都不愿意赔偿 最后厦门沧海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起事件 而就在开庭之初 施工方李家提出了一个 让众人意想不到的要求 李家李福瑞提出 自己不是房子的直接负责人 如果老王家属想要赔偿款 应该找房屋的所有权人 也就是李瑞福的父亲 不得不说 他可真是笑死他爹了 而这一点 在老王家属看来 李瑞福就是在推卸责任 并且 李家老父亲名下无资产 即便法院最终判决他承担责任 李家老父亲也能力偿还 其次就是 李瑞福在工地上属于负责人 于情于理都要负一定法律责任 而公平公正的法律 也看破了李瑞福的小算盘 当场驳回了 他不成为被告的起诉 但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邱泽辉和李家父子 依旧坚称没有责任 那么 他们的底气来源于何处呢 为想处邱泽辉认为 如果不是李家翻盖房子的行为 墙是绝不会倒的 所以 责任在李家 其次就是 邱泽辉在盖房子的时候 用了坚硬的条石 而李家在重新挖地基的时候 却直接将条石挖了出来 所以 李家才是导致围墙倒塌的主要凶手 但李家却否认邱泽辉的说法 而王爷更是拿出了照片证明 他们在施工过程中 在倒塌的那面围墙下 并未发现条石 只有脆弱的塑料管 所以 李家认为不需要担负责任 再者就是 李家认为 自己在拆除房屋过程中 自己仅在自己房屋地基内施工 与倒塌的墙体 始终保持着三四十厘米的距离 所以 墙体倒塌 与翻建房屋的行为无关 最后就是 老王自己将这三条管子拔出 导致自己被砸身亡 那么 法官走访调查搜罗证据结束后 会作何判决呢 福建一老人 偷邻居家围墙下的水管卖钱 不料 围墙突然倒塌 将老人当场砸死 随后老人家属将邻居告上法庭 并要求邻居赔偿69万 谁知 邻居却说 也是活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被告人李家和邱则辉 都不认为自己不需要担负责任 首先是 李家觉得自己只是盖个房子 是老人自己跑到围墙下拽塑料管 导致被砸身亡的 而围墙主邱则辉则认为 是施工方李家在拆检房子的时候 过度的挖掘地基 导致自己的围墙出现了下陷的状况 所以 责任主要在李家和老人身上 其次就是 李家在建房时 就按照相关要求 设立了警戒指示牌 即使自己要承担责任 那也只是轻微次要的 赔偿69万 更是无稽之谈 而法院认为 老人主动到危险区域活动 并用手扒开围墙下的土块 所以 老人承担75%的主要责任 再者就是 施工方李家 在设立警戒标志这一块 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理应承担25%的次要责任 最终 厦门海仓区人民法院 做出判决 判李家父子 赔偿老人家属16万多 事件按道理说 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事实 真的如此吗 石黄老人为了生计 跑到围墙之下 为了能卖了几个钱的水管 导致自己命丧皇权 这背后有许多无奈 或许 他背后两位在外打工的儿子 能抚养老人 或许他能安度晚年 再者 就是施工方李家 他们自家地基上 重建房子并无过错 但他们应该设立完善的 警协标志 提醒一些老人与孩童 不要进来玩耍 最后 手机屏幕前的你 又是如何看待此事的呢